日本的单反为何能独领风骚? 为什么中国就造不出来呢?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摄影的设备是非常贵的 现如今市场上的我国单反相机 市场基本被日本的企业给垄断了 我国很少有出了名的单反相机品牌 哪怕有,它的性能也无法和日本的品牌肩并肩 为什么日本的单反相机能够在全世界出名呢? 一个单反相机让中国制造业被难倒 造不出来的单反难道一声现实了吗? 说到这儿,大家不妨来个一圈三连支持一下 只要一提到单反相机 我们心里是不是马上就会想到 日本的佳能、尼康、索尼、宾德 这些都是日货 没有一个属于中国的牌子 其实其他国家也存在一些性价比比较好的相机 像德国这些国家 他们也拥有着自己的单反 但是价格实在是过于昂贵 许多消费者不愿意消费也消费不喜 而日本的单反相比于德国的性价比高 再加上技术起不早 积累了许多的优势 深得大众的喜爱 肯定有不少人想问 中国现在已经这么发达了 大到可以发明航母、飞机 小到可以用手机支付 这些都是科技的发展 让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强 我们中国在很多方面不敢说领先世界 至少我们没有丝毫的懈怠 但是在相机专业 中国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们国家更是连边都没沾上 面对现在市场上的相机 都被德国和日本吃得牢牢的 赚的自然也是不少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加入这个行业呢 其实可以制作出这些航天设备 并不能代表着中国就能立马制作出 性价比比较好的单反相机 打一个比喻说 世界上可以制造卫星的国家并不少 但是单反相机性价比好的 并且出名的国家是不是少了许多呢 这并非危言耸听 很多人肯定觉得 卫星难道还比不上单反相机吗 要知道 单反相机虽然体型不大 但它的科技含量并不低 它是属于非常精密的仪器 这也是相机的基本原理 看上去制作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真的想把做出好的品牌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光是一颗镜头的技术 就要研究许久 镜头上的一块光学玻璃 并不是普通的玻璃 它是需要经过研究人员 数月的精密加工 才能变成一块像样的镜头 加工过程就更加复杂了 考虑的过程非常之多 因为我国在精密的机床中 并不占据优势 反而处于劣势的方面 除开这些以外 这些相机的组装零件 也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技术累积 那么就很难垄断 单反相机市场 那么为什么日本可以做好 这么复杂的研究过程呢 首先他们的这些设备 当然要比中国更加先进一些 其次他们多亏了德国的帮助 最开始国际市场上出名的相机 是德国的品牌的相机 日本看到市场后 于是纷纷开始效仿 在进口光学玻璃纺织成功后 日本就开始了 对于本土品牌的双心 终靠着高性价比 成功反超了德国相机 之后迅速的占领了全球的市场 直到现在像日国品牌的相机 依然能够在全球非常受欢迎 中国市场也不例外 我国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本土品牌 但是大家听都没听过 其性能和工艺呢 都无法与日本相机相比 但是问题来了 中国造出来了 没有品牌效应 有消费者愿意买单吗 如果当双方产品摆在一起时 你会选择哪一国的相机呢